所以这一句名号就是一切功德法 这一句我们要知道 这一位求往生的人 一生没念过阿弥陀佛 灵命宗师 遇到善友 劝导他 念佛求生进度 他一听就相信 一听就发明 就真干 所以他深念成功 往生的瑞相也非常之稀有 我们看念佛往生怎么这么容易 可是我们要冷静想一想 我们可不可以学他 他所具备的条件 第一个 灵命宗师头脑清楚 这同一个条件 如果灵命宗师糊涂了 很多灵宗人 我们见到的 灵命宗师 他的家庭眷屋来看他 他不认识 老朋友来看他 跟他说什么名字 他摇摇头 那这就不能我生了 老人 到临终时 我们常常讲 痴呆症 一有这种现象 就不能我生了 阻念也不能我生 那要不要阻念 阻念比不阻念好 纵然不能我生了 帮助他减轻痛苦 避免堕落我道 但有这么多好处在 平常我们念佛 要祭福 这意愿重要 再三倍往生 往生正因 这年平一年 佛说得很清楚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那一项专念 前面还有一句 发菩提心 这个心要不发呢 不能往生 那么我们看到 灵命宗的人 他听到佛号就相信 就发愿往生 他没发菩提心 他怎么也能往生呢 偶叶大师 在弥陀经要节里面 把我们这个疑惑 破除了 他老人家说 真性 切愿 就是无上菩提心 这个话 自古以来没人说过 说这句话 投个 是偶叶大师 所以映光大师 读 弥陀经要节 赞叹的 五体投地 他说 即使是 顾佛再来 替弥陀经 做一个注节 也没有办法 超过其上 这是赞叹的基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叹的